接近中午的時候 阿蘭城廣濟公主委、副主委、總幹事以及愛心媽媽 特別準備250份肉羹以及炒米粉 送到陽大醫院給醫護人員來享用 讓他們有力氣繼續和疫情來作戰 因為我是說這個防疫期間 第一線醫療圓案家醫生和護理師大家辛苦 廣濟公內部小醫師把這些點心給醫療圓案使用 謝謝你們 大概有準備哪些東西準備多少 肉羹跟炒米粉250份 各250份 那這些食材都是 就是我們廣濟公的愛心媽媽 以及這些委員會他們自己搶桌的 自己做的 楊大醫院院長表示 近日有許多善心人士或者是單位陸續捐贈物資 來慰到第一線防疫人員的辛勞 他非常感謝各單位的愛心 並且表示楊大所有的醫護人員會繼續堅守崗位 站在防疫最前線 為憲民的健康來把關 沿山鄉阿南城的工具工工主委率領了他們的公共裡面的這些運營 給我們送了250分的炒米粉 跟肉丁都自己早上去準備的 這真的是讓我們北京楊明大學復社醫院的這段時間的醫務很大的鼓勵 因為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很辛苦 所以說社會發心讓我們穩暖 讓我們繼續一起來抗議這個工作 能夠繼續再奮鬥下去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